桃园光影文化馆这几年积极推展纪录片活动 并推出入境桃园社区影像记录影队 邀请地方素人参加并制作桃园在地影像记录 今年一共有26位素人报名完成了四支影片 议社中心也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那入境桃园是我们社区影像推出的第二届 那今天的发表会总共有26位素人的社区学员 然后拍摄了四部影片的成果发表 那每一部的成果发表都探讨了我们桃园发展的这个议题 那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持续的进行教育推广的工作 然后我们用影像来记录这片土地所有的故事 这次的作品探讨了桃园的长照 12年国造新住民独立书店以及桃园的观光 学员郑宇环这次带着儿子一起参加 并拍摄了以七七一文丁为主题的 转个弯遇见爱来去桃园 他说拍摄才发现桃园有这么漂亮的景点 拍摄这个纪录片以后才发现说 桃园有很多很好的观光景点 那当初为什么会定在七七一文丁 是因为它很接近火车站 然后如果说是外地的观光客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来到这边来游玩 所以说那个而且七七一文丁 是有以前的那个警察宿舍改装的 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 以前我们没有看到的景色一些建筑 桃园光影文化馆希望透过影像培训计划 带领更多民众一起深入了解桃园 这块土地的人文与历史 并将这些用影像记录下来 让桃园的发展轨迹与面貌 留下更多元丰富的作品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